喜欢吃巧克力的在哪里啊 不用烤箱的巧克力千层蛋糕和毛巾卷来咯 你最喜欢吃哪一款呢 猪尖姐姐上线啦 这两种小甜品的蛋皮是一样的 最近千层做多了 我比街边卖街面的大妈还要嫌熟 30秒一张皮 然后咣当一下把皮倒出来磕成圆形 再来做一个巧克力奶油加馅 取少量的巧克力和奶油加热到融化 然后倒入奶油中打发到纹路不容易消失的状态 相信我堆千层的过程 像小时候蹲着玩沙子一样快乐 全部堆好后我还剩了几张皮 把它们反面朝上叠起来 再来卷个毛天角 奶油涂得尽量均匀一点 这样切开才会好看 卷好之后冷藏一个小时 打上可可粉就可以开动啦 真的太幸福了 大家周末一定要试一试啊 上次我做的酥皮泡芙 有一千万人在看 这次教你们一个更好吃的 一口爆浆小泡芙 同样家里有鸡蛋面粉和油就可以做 接下来你可别眨眼 黄油和水加热到沸腾后 倒入面粉快速搅拌 搅拌到没有干粉 锅底出现一层面糊就可以关火了 等到面糊不烫手了 少量多次的加入鸡蛋液 边加边搅拌 直到剔起筷子有这样的倒三角 就不用加鸡蛋了 然后挤到烤盘上就可以开始烤啦 挤成什么形状无所谓 烤的过程中别打开烤箱就行 做了满满的一大盘真的超满足 可以加传统的奶油馅 也可以加自己喜欢的馅 一口一个真的好吃的菲体啊 吃不完的放在蜜宝诺 双链密室袋里保存就可以啦 这样保存不容易受潮或者串味 水果和小零食都可以装 我已经安利给我妈了 收纳保鲜省时省力 健康更安心 家里有酸奶的 一定要试一试酸奶千层蛋糕 你喜欢草莓味的还是阿里奥 材料非常简单 鸡蛋加糖加油加奶加面 面糊就做好了 过筛一下让面糊更细腻 平底锅小火不用刷油 顶皮起大泡就是熟啦 用完把皮压成规则的圆形 然后一层皮一层酸奶一层水果 这个过程简直太治愈啦 关注我下期教你做零失败的雪妹娘 毛巾角应该是能用平底锅 做的最好吃的甜品了吧 怎么才能卷的这样饱满圆润呢 注意这两点就好啦 先来做一个软到炊汤可破的蛋皮 材料家里应该都有吧 全部搅拌均匀过筛一次 平底锅开小火 出现大的气泡就是熟了 用盘子压成圆形 重点来了 奶油要打发到这样坚硬的程度 像我这样六张饼皮叠加 奶油抹的平一点 铺上草莓粒再从一头卷起来 就大功告成了 再来做一杯草莓核桃乳 最近一直喝六个核桃二十三菱 它每一罐都含有二十四颗核桃仁 而且没有糖香精和胆固醇 年底老公经常加班总是忘事 给他塞几罐补补脑 比吃核桃方便多了 记得小时候和姐姐赞铃花钱买牛牛棒 明明可以一人吃一根 却还是喜欢把一根巴卡分着吃 今天做了咸香酥脆的黑芝麻牛牛棒 跟记忆中的一个味道 你想跟谁一起分享 严肃芝麻牛牛棒的配料非常简单 基本上家里都会有 把材料揉成面团后 静置半个小时擀成薄片 切成长方形 撒一点黑胡椒粉 就是焦盐味的啦 然后切成细细的长条 扭一扭 烤箱180度20分钟就烤好啦 周末一边追剧一边吃 太舒服啦 家里有绿豆和红豆的 一定要试试这个清凉解暑的绿豆冰棍 看完了再也不用出去买了 绿豆提前一个晚上泡好 倒进锅里焖煮半个小时 倒绿豆软烂的状态就可以了 再把一勺糯米粉和半碗牛奶 搅拌均匀倒进去 再加一点糖就更好吃了 最后开小火 煮到浓稠的状态 用勺子装进模具里 红豆雪糕和绿豆雪糕是一个做法 装进模具后冷冻过夜就可以吃啦 健康无添加 跟小时候全家都爱吃的绿豆雪糕一个味道 小时候全家都爱吃的绿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